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那么我们知道肝脏移植是我们人体器官移植当中是难度最大的 那么活地肝脏移植也是数学的肝脏移植里面最难的 最主要挑战性的 我们知道这个器官移植应该说是我们医学里面 尤其是21世纪是最尖端的科学 由于器官移植的发展带动了我们医学的科学多方面的发展 包括米约学 橄榄学 血液学等等 那么就全世界来说 我们世界上的第一类的肝脏移植 早在1963年是由美国的皮兹堡的汤姆斯达斯教授 进行的第一类肝脏移植 这一类肝脏移植做的是一个小孩 取得非常好的成功 那么什么情况之下需要进行肝脏移植 也就是说 当一个人的某一个器官坏了以后就换了 那么肝脏也是这样 也就是说 肝脏它的到了有病以后 到了中末期的时候 完全伤失了它的功能以后 那就需要换一只肝脏 这就像我们的机器的领部件一样 比如你汽车坏了 领台坏了 我换个领台 那么人体呢 也是如此 那么肝脏到了中末期肝脏 比如说我们很多人 比方有一些是一肝以后的肝硬化 或者饼肝以后 或者甚至有一些激性的肝脏移植 有些人 比如说吃的野木骨中毒 以后肝脏生伤 或者甚至有些吃的某种药物 引起的极性肝功能水击 都可以 还有 有的肝脏 发生了恶性肿瘤 那么呢 经过各种治疗以后 这个最后呢 肯定要做移植 还有一些毛病 比如它是CT性的代谢性疾病 生下来 它这个就有毛病 比如唐苑来接症啊 或者生下来小孩 它这个CT性胆道就必锁的 这一类都需要最后 需要这个肝脏移植 那么肝脏移植到底有哪一些类型 这个肝脏移植呢 还是一部分肝脏移植呢 我想这要根据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肝脏移植的它的需要 如果说肝脏有困难 那么如果做活地肝脏移植的话 那我们往往是做棒子肝脏移植 如果是个小孩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部分肝脏移植给它 甚至呢 我们有些人 他这个体积比较小 而这个肝脏有比较大 那我们的肝脏切掉的部分 叫做接体积的肝脏移植 还有一种呢 它这个体积比较重 这个一个活地肝脏 一个半子肝脏不够 那么有的时候需要两个人捐它 就两个活地人捐 各捐半子肝脏给它 就双肝移植 所以呢肝脏移植的类型 要根据接受肝脏移植这个人 他的体重 是大人还是小孩 都不一样 是活地肝脏移植还是实地肝脏移植 不一样 来选择这种类型 那么现在世界上肝脏移植呢 这个到现在为止呢 已经超过二十多万里 那么其中一半是在美国 因为美国呢 开除肝脏移植呢 是比较早的 还有一半左右呢 在欧洲 那么我们中国的肝脏移植 景观期步比较慢 但是呢 发展还是比较快的 根据我们中国的肝脏移植 登记处的资料 写示 我们中国的肝脏移植 绿数 现在在全世界 占第三位 有两万多年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所以我想在这里 这个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这个你们认为这个 什么是活地肝脏移植 我刚前面讲了 有尸体肝脏 有活地肝脏 什么叫活地肝脏 哪一个同学能够 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吗 以我的理解 活地肝脏移植 应该就是把一个活人的部分肝脏 移植给另外一个人吧 这个很对 所谓的活地肝脏移植 就是说 绢肝的 跟继续肝脏的 这两个人 都是活的 那么尸体肝呢 我们往往有位脑死亡 或者心脏死亡 之后 它不能再活了 但是它体内的气管 肝脏肾脏 移植 肺 还能用的时候 那么 它把它卷线出来 那么这个叫尸体肝脏 活地肝脏是两个活人之间 那么这就要求 这个活地肝脏要求是 清爽之间 父亲跟女儿 兄弟之间 表兄弟之间都可以 要有血缘关系 所以一个人 当一旦气管 睡觉以后 最需要的是 得到一个 有功能的气管 不光是肝脏 大家都知道 肾脏 肺 疑蟹 甚至 有些人角膜 等等 都是的 所以活地肝脏移植 需要 两个活力 直接卷线 那就要求更高 更具有挑战性 技术的含量 更高 那么 活地肝脏 也在开转 为什么也是最近 比起 尸体肝脏 也在要晚一些 因为我们讲的 不光是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尸体肝脏 也在都是因为 脑死亡的病人 但是呢 毕竟有些 也满足不了 我们现在全世界 包括我们中国也是这样 没有这么多的气管 没有这么多的肝脏 那我想呢 我们就要从 活体的里面来 解决这一部分 当然应该 大部分从尸体的 但是一部分呢 从这个活体的 来解决 这个问题 所以在全世界 这个不光是 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都面临到一个 气管短缺 有很多人 由于肝功能 睡前 等不到气管而死亡 所以 活体的肝脏椅子 是今后的 发展一个方向 那么 活体肝脏椅子 历史呢 早在1988年 巴西的一位教授 他首先完成了 世界上首的 活体肝脏椅子 工程呢 是他一个母亲 23岁 接受 移椅了一个 四岁半的女童 当时以为 做第一例 做了18个小时 那时时间很长了 那么按照 现在我们 这个 像我们中心做的话 一般来讲 这样的活体肝脏椅子 差不多 五个小时 就完整了 那么 以后呢 在1989年 澳大利亚 实现了 首内的长期 成为的 活体肝脏椅子 1989年 到1995年 我们中国要开转了 首内的活体肝脏椅子 那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中国的肝脏椅子 已经做了两万多年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 活体肝脏椅子 做了1475年 所以这个数量 也是不算小的 在国际上 在国际上 国际上 也是排在 明年前茅的 那么 我们浙江大学 医学附属第一院 使我们国家 开转肝脏椅子 最早的 数量也是最多的 中心之一 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 一共做了 982例的肝脏椅子 其中有159例 是活体肝脏椅子 中研士 听了您的讲座 我有一个疑问 如果我捐一半 我自己的肝脏 给我的亲人 我自己会危险吗 谢谢 这个体得非常好的问题 我刚讲 活体肝脏椅子呢 是把自己的肝脏 卷成一半 活体卷成一部分 那么应该说 如果说 把一个大量的肝脏 卷成一部分给小孩的话 像我们一起做过的 也算是生下来以后 八个月 这个九个月 从协定性胆 到必须的小孩 走到母亲 或者父亲的肝脏 哪一窥的话 那仅仅一小窥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也非常安全的 关键的问题就是说 两个大量自己 捐肝脏的话 一般来说 我们要求 你捐肝脏的人 要捐个百分之六十 自己保留 百分之三十五 到四十左右 就安全了 所以也许你会想 我百分之六十捐穿 我自己只留了 百分之四十左右 安全吗 因为我们知道 人的肝脏的 再生能力非常强 他捐穿了百分之六十肝脏以后 基本上在 九十以后的六个月左右 他自己的肝脏 会长到跟他女儿的肝脏 差不多大小 所以应该说是安全的 但是我们的一般来说 在手术之前 都要进行非常严格的评估 也就是说 带他这个人捐性肝脏 他的肝脏的功能 好不好 有没有潜在的毛病 如果说这个人捐肝的人 肝脏本身就不太好 比如说 他有脂肪肝 甚至比较严重的脂肪肝 或者 过去这个 好像平时要希望喝点酒 有一种或者 酗酒的这种情况 那要高度的重视 也许 他这个肝脏并不是很好 另外一方面呢 在做捐献以前 我们要非常详细地检查 他的生化功能以外 还有影像学的评估 包括CT核子肝症 数字化肝脏 要详细地了解 他这个肝脏的管道系统 什么叫管道系统 就是肝脏里面的血管 胆管 动门 有没有变异 如果有变异 都可以造成 移植的不安全 所以我想你 刚刚讲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 我觉得 待生活质量 是没有问题 第二个 如果他肝脏本身 没有缺陷 没有毛病 完全增长的话 那么捐出 百分之六的肝脏 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肝脏的再生率很长 那么你捐出的 这一部分肝脏 该了受灾以后 他那个肝脏也不断地长大 也慢慢地长大 到了半年以后 也长到跟他 原来的 要求的这个 肝脏的体积差不多 所以在这一地上 我们非常欣慰地说 在灵地数据器官里面 移植里面 肝脏的最新能力 应该说是最强的 那么作为活地肝脏移植 确实是我刚刚讲 是一个尖端的医学科学 那么在这个当中 关键的一点 我刚刚前面讲了 就是修说前的评估 是非常重要 这个要非常仔细地了解 不能草率地进水 不是说 我有人觉得 我就可以觉得 一定要经过 两个的方方面面地检查 这个非常长期 一般来说 我们要经过五个步骤 经过五个步骤 一步一步地 合格了 往下面再继续下去 如果前面不合格了 所有笔操出来 这个肝脏有点脂肪干 那我们就不走下去了 如果笔操做出来 生化检查 全部都好的话 那我们进入了 影像学的检查 一步步地走下去 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么现在我们用在 活地肝脏移植的 这个评估的技术呢 都非常好 我们用的 这个数字化的 这个信息化的 这个数字化的 这个三维 数字虚异肝脏 会把肝脏 过去我们 拖不到的一些东西 我们现在都通过 这样的数字虚异 肝脏能够了解 肝脏的管道系统 胆道系统 血管系统 有没有变异 同时有一个虚泻 把它划出来 捐缺了肝脏的重量是多少 它自己楼下肝脏是多少 都能够算得非常清楚 所以这一点来说 为我们保健 这个活地肝脏 也安全 非常重要 这里面就显示 一个三维 重极的虚异肝脏的 一个图像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肝脏的明镜嘛系统 看看有没有变异 肝脏系统 右肝 中肝 左肝 都看得非常清楚 而且肝脏的一个形状的 基本大小 都在这里面 写得非常清楚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非常 这个安全的 把肝脏切下来 捐现出来 这样就很好了 最近的郑院士您好 你刚才讲到这个活体肝脏 就是把一个 有病的这个患者的肝脏 切除掉 然后再医治上一个 新的健康人的一部分肝脏 那么我想问一下 这个新医治上去的 这么一部分肝脏 或者一半肝脏 对这个病人来说 是够用的吗 谢谢 好 这个非常好的问题 这就是 我们回到前面讲的 就是说 因为这个 人的体重又不一样 那么 我们在这个 做以前的 一定要评估过 就是说 菌肝的人跟 接受肝脏的人 他两个人 是不是匹配 就是体重上 是不是差不多 因为这里面就是说 如果说 一个接受肝脏的人 体重很重 而菌肝的这个人呢 有比较瘦小的话 那血量是不够的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这个 一定要把它计算出来 那么一般来说 这个接受肝脏的人的体重 乘上0.8 那么算出来就够了 比如说 接受肝脏的人 这个人是60公斤的话 乘上0.8呢 就是480克的肝脏就够了 那么在这里面呢 最好呢 是在定于0.8 或者大于0.8 如果说不到的话 那么在0.6-0.8之间 那疾病上 接受肝脏以至以后的人 还是安全的 如果低于0.6 也就是说 这个人是60公斤 整上0.6的话 或者360个 或者360个肝脏都不到的话 那是比较危险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人体重比较重 太小的肝脏盖了他以后 他挑不起这个 这个人的全身的 解脱功能 代谢功能 合成功能 所以他挑不起这个胆子 结果这个人体重太重 那么这是呢 非常重要 所以现在目前国际上 一般来说 起码要在0.6以上 那么有的时候 像日本他们0.6 0.65 0.7左右做的比较多 但是呢 我们呢 平时都尽量学那一些 达到0.8的 就体重型0.8的 这样的固体比较好 这是呢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么如果说 你的肝脏扯了以后 太小的话 那么会发现什么问题呢 这里面就是叫 小肝中和症 觉得肝脏太小 你这个人体以后 你知道 我们把这个肝脏 也接通以后 明镜脉的学怎么样 进入肝脏 那么如果说 因为这种病例 我们往往 做肝脏 以这种病例 都有严重的 明脉高压 因为它长期的肝硬化 肝功能衰竭 进个水纳 在体内大量滞留 尤其是明镜脉 压力非常高 如果说 你这个肝脏很小的话 接上去以后 一些大量的明镜 高压的血液 进入肝脏以后 造成肝脏的 肝度的压力很高 一死性 它这个大量的明脏 不能够解释的通过 肝进嘛 回到心脏 所以会造成 肝脏高压 叫做所谓的 小肝综合症 那么这个病人 往往造成了 这个大量的负水 甚至由于肝功能的 损害 会造成黄胆 甚至有故病病人 会发生 再次的肝功能衰竭 那么对于这样的病人 恐怕跟前面 没有做肝脏移植 以前一样 发生肝功能衰竭 可能需要再次肝脏移植 所以呢 这里呢 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么如果说 它的肝脏达不到0.8 就0.6到0.8之间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也有办法 就帮助它渡过这个难关 我们在修书当中 控制输液量 修书做肝脏移植 以前我们提前 给它做人工肝 或者做CIT 就是二手需要子超率 把它体内的水分 把它附水 水分 血管里的 有些细胞因子 也是纳理质 有关的 有一些过多的东西 把它排泄掉 做CIT 同时修书当中 适当地降低脉脉压力 不要用石碳银 等等 修书以后 我们继续 降低脉脉脉脉药物的用 还有一个控制输液量 通过这样的修书以后呢 我们就得 有些能够独顾 这个小肝 中个的难关 那么这张图写实就是说 我们活地肝脏椅子 捐肝的两条线 这狼的这条线 究竟是 我们捐右半肝 我们可以看到 在捐右半肝的时候呢 中肝静脉 是不包裹在里面 但是中肝静脉 到的八段 跟五段这个地方 有两根分支 那么这两根分支呢 要重建 要重建 如果说 包括中肝静脉 都包裹正气 捐右半肝的话 那么它楼下的肝脏 就太小了 这个图示就告诉我们 那么 右半肝 活地肝脏椅子 我刚讲了 如果不包裹 中肝静脉的话 那么在八段 这个地方 如果血管的分支 不重建的话 会引起 这个瘀血 瘀血 那么重建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 这个就瘀血 那么重建以后 这里就没有瘀血了 所以这一点来说呢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这一张图就提示 我们做右半肝移植 一个非常形象的示意图 这里我们就需要 把这两根血管 这里是八段 这个是五段接起来 那么一接起来以后 这一段的瘀血就没有了 如果不接的话 会引起瘀血 如果不接起来 很可能你原来计算的时候 是不是小肝中的针 而一打瘀血以后 是变成我相对的 小肝中和针了 所以这一点呢 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在这里条题 我想要讲到 因为我们做的右半肝移植 很不容易把它移植上去 那么我刚讲了 如果说你这个八段跟五段的分支不重建的话 会引起瘀血 引起小肝中和针 那么标准是什么 什么情况要重建 那么根据日本的经验 他们认为 在五毫米以上的血管在重建 五毫米以下的血管就不重建了 但是我们的经验不是这样 就是小于三毫米 我们都建起来 为什么 我们修士当中常规精神超生 检测这个分支的血流量 如果这个血流量很大的话 我们就是这个血管只有三毫米 我们也把它重建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经验 比起日本 我们更进一步 我认为这是有必要的 就是两地五毫米 我们也把它做起来 平不难 所以我觉得应该 根据手术当中的血流量 讲这一个病人 她是一个母亲 捐肝脏 这个女儿也是一个大学生 那么极性肝脏的睡觉 她不是一肝 她有其他药物性的 极性肝脏的睡觉 那么母亲捐了右半肝 椅子了以后 这个恢复得很好 而且她成了家 结了婚 两年以后生了小孩 所以国地肝脏椅子以后 这个受体 它的生物质量 跟我们经常的一样生活 同样 讲这位病人 是个男性 41岁 那么 捐肝脏的是 她的妹妹 40岁 那么 这个受体 她是一个 一肝以后 她是同时有一个 极性肝功能的睡觉 肝因化非常厉害 但是这个地方 有一个小肝 那么这个肝脏非常长 大量 或是有肝昏迷 这个妹妹 捐了这个右半肝 很开心 那么 对于那些 体重很重 一个人捐肝不够的 可以两个人捐肝 我们从这些图里面 可以看到 这个是 两个 左半肝 或者 一个左半肝 加一个 肝断 或者是右半肝 或者左半肝 拼凑起来 捐一个人 特别 那体重很重的 平常它有 90公斤 100公斤 如果一个人 捐它的话 怎么捐它 它要达到多少 0.6 那不行 所以呢 需要了两个人捐肝 这个呢 是可以的 我们这张十一度 就告诉我们 一个人捐右半肝 一个人做右半肝 把它拼凑起来 最后呢 就是 给它了 这个就是我们 活地肝脏移植 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优势 郑先生你好 你刚才举的例子 主要是 成年人接受肝脏移植 那么其实还有 另外一部分 比较特殊的人群 就是婴幼儿和儿童 一来他们正处在 生长发育阶段 二来 相对于成年人来说 他们耐受 大手术的能力 就比较差 那么我有个问题 就是当这部分人群 因为某些疾病 不得不接受 肝脏移植的时候 他们能不能够 接受这个 活体肝脏移植呢 谢谢 对 这个很好 这个同样 我们前面讲的是成人 那么 作为儿童 他有某种原因 引起的肝功能衰竭 比如说 我前面讲的 他生下来 就胆道闭锁 所谓的 吸低性胆道闭锁 他一生下来 就黄胆很深 那么 往往当初的时候 有很多 医院呢 当作他 生生而黄胆 结果经过治疗以后呢 不退 再进一步检查 发现 他这个胆道是闭锁的 所谓的吸低性胆道闭锁 像这样的小孩 一定要做肝脏移植 不做肝脏移植 他是恢复不了 含有 所谓的 代谢 糖尿乃结症 维尔氏病 等等这些 代谢症疾病 到最后 含得 需要肝脏移植 那么儿童的肝脏移植 我前面提到 它比起成龄肝脏移植 实际上 反而更安全 因为 它技术的肝脏 需要一小亏就可以了 作为菌肝脏也安全 而作为儿童 技术这样的肝脏移植 从我们的经验看起来 是非常安全 而且很容易成功的 在这里 我就介绍一位 在2001年 是一个 出生以后 九个月的婴儿 切的性胆到毕所 她的母亲 卷肝 母亲当时是27岁 那么她母亲 卷的肝脏 是这么一块 这一块 很小的一块肝脏 但是 作为她来说 是做够了 所以 这一块肝脏该她 不像我们大人 会引起小肝 中和症 因为她的体重 体重还就几公斤 所以 就大大的够了 所以 植子以后这个小朋友 植子以后 黄胆很深 植子以后两个月 你看 黄胆脂肤退到 白白胖胖 那么现在 植子以后 已经十个年头了 也就是说 那个是 植子是九个月 一岁 那么现在已经十岁了 那么在小学读书 成绩都非常好 发药也非常好 而且多次 代表我们中心 参加国际 器官以后 病理的运动会 拿了很多奖牌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效果 另一个小孩 他的出生以后 106天 也是协定性党道避所 这是在2007年 我们给他做的 他的母亲30岁 卷的也是一个 左外野肝脏 植子以后六个月 也是白白胖胖 所以讲这样的小孩 我们觉得 从母亲 或者父亲 哪个一部分肝脏植 既安全 而且呢 今后完全讲 增长小孩一样 成长 发育 生活 读书 资历 也没有影响 尊敬的正认识 您好 活体肝脐呢 是我们大力 推广和提倡的 它有可能 从某种程度上 环节器官短缺问题 所以虽然中国的 活体肝脐脐 起步比国外 晚了一段时间 所以我想问的是 那么它的疗效如何 与国外相比 谢谢 对 这里 提的挺好的问题 这个 我们中国的肝脏椅子 情况起步晚了一些 但是呢 我们的发展是非常快 那么经过我们 这一二十年的发展 我们中国的肝脏椅子 也像国外一样 去得了非常好的 不但在数量上 增加快 在质量上 也是非常好的 这个我们的 一年三年五年的成果率 跟美国通缉的 是差不多 譬如说我们中心的 982例的肝脏椅子 一年三年五年的成果率 我们中心是五年成果率 是75.2 而美国的是77.5 所以两组 我们比较没有差异 也就是说 我们的五年成果率 跟美国是接近的 那么我相信 肝脏椅子做的最多的 质量最好的 最好的是美国 那么我们五年 跟它一样 那么说明了一点 我们中国 肝脏椅子 景观起步比较晚 但是疗效是非常好 你看到我们这一些 在我们中心 继续了肝脏椅子的病人 这一些病人 都经常开联赢会 因为肝脏椅子以后的病人 是一个特殊的存体 因为它这些病人 需要长期的 用抹椅子剂 所以他们经常要 结论来 我们要决定 成立一个联赢会 进行交流 要交流他们 以这以后的生活 交流他们 以这以后的用药情况 下一步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不同于一般的病人 他们是一个特殊的存体 他们的生活质量非常好 我刚讲了 他们可以参加 世界器官移动会 跟正常人一样 跑步 游泳 等等的比赛 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像这个小姑娘 她是一个 弹月累积症的小姑娘 这个22岁了 长不高 到学校读书 好像她人矮 有同学要欺负她 那么她的母亲呢 背了她 到了我这里 要我给她治疗 那么我们查了以后呢 发现是 糖尤乃吉症 糖尤乃吉症这个毛病 所以肝脏非常大 人长不高 那么我们给她做了肝脏椅子以后 一年以后 她长了12厘米 可想而知 这个肝脏 健康的肝脏 带领有多重要 长高了12厘米以后 最后她仅仅像一个成人一样 你看 结婚 这个成家 我们浙江大学 医学附属第一院 我们经历了20多年的 这么一个肝脏椅子的 这个风风雨雨 跟我们全国的 也是跟世界上的肝脏椅子 这几时发展同步的前进 我们不但在肝脏椅子的 这个数量上 质量上 而且形式上 都体现了与时俱进 特别是 我们这个中末期肝病的 肝脏椅子的应业成活率 会达到95.2% 所以这个呢 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个人认为 应该是一个国际的水平 所以2008年呢 这个项目呢 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的二顶奖 在这个工作当中 我们加强了国际的交流和合作 在国际上非常有名的 蒋博学德教授 UCI的国际肝椅子主席 Miami的Living Stone 还有蒋范教授 还有香港大学的 鲁松茂教授等等 这些国际上有名的 肝脏椅子专家 都先后来到我们中心 进行交流 使他们最新的东西 能够带我们给它传送 我们呢 也走出去 非常有幸的是 我们去年 在香港召开的 国际肝椅子会议上 我有幸 作为我们大陆第一位 大会主席 我作为共同主席 在香港和上海分别了组织 这是国际肝脏椅子的会议 那么 在这个工作当中 我觉得作为一个重点学科 肝脏椅子是一个高科技的工作 肝脏椅子工作 不光光是移椅子工作 实际上是带动了 肝脏椅子外科的发展 同时我们这个技术 也辐射到我们中国的很多地方 包括西部地区 比如说深江一科大学 我们的团队去了 作为一个科学科制作 一个女的大学生24岁 她的弟弟 捐肝 捐那个右半肝 以这以后恢复得很好 这个科科制作 这个人数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把这个工作 做了以后非常成功 得到了她的非常高的信任 而且这次刚刚进行 是中法奥肝脏椅外科研讨会 得到了国外同道的高度的评价 去年印度尼西亚大学附属医院 他们西亚后来了三次来到我们中心参观学习 他觉得我们这个中心的水平是非常高 所以在去年的12月份 他强烈要求我们 帮助他们建立肝脏椅中心 帮助他们建立活体肝脏椅移植 所以去年的12月份 我带着我们中心的20位成员 来到印度尼西亚大学 进行活体肝脏椅移植 我们在短短的一个礼拜里面 非常成功地给她做了四列 活体肝脏椅移植 这四列活体肝脏椅移植 第一列是一个患有一肝 肝阴化的一个男性 是4岁 捐肝的是他女儿18岁 第二列是一位60岁的一个病人 是个肝癌 他的肝癌由于有一肝和饼肝引起 捐肝的是他一个外甥 第三列是一个六岁的男孩 是一个自心免疫性的肝炎 那么捐肝是他的父成 第四位是一位女性患者63岁 是一个肝癌 他是一肝引起的 捐肝是他的儿子 所以我们才短短的一个礼拜 成功地进行了四列活体肝脏椅移植 今年的两月份 在春节以后 受印度尼西亚的邀请 他们外科学会 进行印度尼西亚的外科年会 他们要我给他们 在一个会议的开幕式上 敲这个炉敲香香 他另外敲这个炉的 是我们最高勇余 最高权威的人在那里敲 那我觉得不光是敲香香这个炉 也敲香了我们中国的医学 走上世界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典范 我就讲到这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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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